欢迎收看111年1月1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农历年节将至高市立委许志杰和凤山区一甲里里长 共同举办捐发票送春联活动 民众只要用三张发票就可以换一幅书法家手写的春联 而牧德的发票将全数捐给高雄市脑马协会 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开跑 串联大高雄26个在地商圈 市长曾经迈一连赶三场出席相关的活动 希望能够振兴经济照顾受疫情影响的商家 疫情升温当时积极推动长辈施打第三剂疫苗 市府卫生局除了增设好几处的接种站 而各区的区公所以及区里志工都到接种站现场协助 让施打的流程更顺畅 农历新年快到了 有些民众喜欢在家门前贴上手写的春联 感觉比较有年味 立委许志杰和凤山区的里长 就共同举办了关怀弱势送春联的活动 民众只要捐出三张发票 就可以获得一幅书法家手写的春联 而获得的发票将捐给高雄市老麻协会 凤义双词店里几位书法家正在挥毫写春联 民众只要捐出三张发票 就可以请书法家写指定要的春联词句 除了比较符合自己的心意之外 民家手写的春联也比较有质感 更有年味 看了就是看这个艺术 而不是看门脸的艺术 现在都 现在门脸很少人家贴 都是越奇怪越好 这场手写春联的活动 是由立委许志杰和凤山区 伊甲里里长共同举办 邀请写春联的都是书法名家 写出来的春联笔运各有不同 其实到了新年的时候真的是喜气洋洋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我们台湾 让我们高雄 让我们凤山增添更多的喜气 这三位书法大师都是我们前后任的理事长 现在也是他们也是台湾书法学会 全国总会的理事长 所以请三位大师来揮毫 一起来共同做公益 立委许志杰也亲自露了一首毛笔字 写下招财金宝合体字 感谢民众踊跃捐出发票 就送首写春联 莫德的发票将捐给高雄市老麻协会 捐发票送春联 我们所有的发票 我们会送给老麻协会 那也希望说能够增加 他们将来要建设老麻馆的一个基本的基金 感谢苏志明会长 那他非常有爱心 这个是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 那平常在基层努力打拼 那还知道说要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弱势者 那我们呼吁更多的市民朋友 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一起捐发票做爱心 首写的春联和印考县城的春联 感觉就是不一样 立委许志杰和里长将首写春联结合爱心活动 让每幅春联除了自义自行皆美之外 还增添了春暖人间的意味 记者张世民 赖昌邦 高雄报导 为了宣传左营区的观光和商圈 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前往左营连池坛 龙骨茶广茶 向市民朋友拜早年 同时也在现场挥豪写春联 营造欢乐的氛围 陈市长同时也欢迎全台的民众 年节期间多多到高雄消费拼大奖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16号当天 前往左营区龙虎塔广场 向市民朋友拜早年 并且和书法家共同辉豪写下 祈福夯旧城 象征着迎接灯会点亮旧城 同时也祝福市民朋友 虎虎身风新年快乐 现场洋溢着满满的过年气氛 左营旧城 那过去在这里的 不管是美食巷弄 或者是原来的历史旧城的一些文化 都能让台湾大家都看得见 左营连池潭是许多人 来到高雄后的第一印象 旧城更是高雄人共同的纪念与回忆 商圈未来所推动的各类活动 市府也会密切的合作 一起来努力发展旧城的观光休闲旅游 市长陈其迈进一步提到 台积电的设厂加上周边交通的规划 也将会带来地方繁荣 商圈更加活络 你200元落下有投TESLA 这是什么 这是送中的 这是小条的 这是小条的 200元 大家可以猜200元来高雄消费 可以参加抽奖 第一特奖TESLA 已经上过来台积了 但是一个月 每个月月抽一台 抽到五月抽 还有差不多有几台 二三四五 还有四台 市长陈其迈同时也大力宣传 高雄开就转的活动 大奖更有TESLA电动车 欢迎全台的民众 能够利用春节期间 来到高雄旅游 享受温暖阳光 以及人情味 感受满满的年节气氛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道 高雄市新绝江商店街 永续发展协会 在最近是两个周休假日 举办新绝江朝圣祭活动 只要消费满500元 就赠送一张摩彩券 市长陈其迈也现身商圈 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机会 多多消费赚好康 再配合金发局高雄开就转的活动 好礼抽不完 2022高雄过好年 各地商圈举行行销活动 深受年轻族群喜爱 新绝江商圈 也在1月15号到23号 规划新绝江朝圣祭 高雄市长陈其迈 特别前往商圈 和年轻朋友互动 并且鼓励民众多多消费 参加市府的高雄开就转 以及新绝江商圈的满额抽奖活动 借此振兴役后经济 市长拜托大家要花钱 振兴经济 让我们的商圈 在前一阵子疫情受困的时候 能够再重新的恢复起来 所以花钱是你的义务 帮助自己可以消费 因为过年疫情的时候 没办法开 现在就出来开 也帮助我们的商圈 新绝江商圈邀请素食摊商 举办封街市集活动 适逢假日 年轻朋友参与青荒踊跃 每个摊位都有排队的人潮 曾经麦市长也到场 和民众互动合照 并且表示市府为了振兴役后经济 推出高雄券 商圈夜市券 还寄出了消费满额 抽电动汽车等大奖 新绝江商圈更是加码 推出从电视等好礼 就是要民众支持 来高雄踊跃消费 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商家 新绝江都是我们年轻朋友喜欢的 今天又有餐车的市集 我看都大牌长龙 生意都非常好 有创意就会带来很多的商机 就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除了高雄开旧转 商圈过好年活动 二月还将迎来台湾灯会 相较于北部的低温 高雄则拥有好天气 以及丰富的人情味 市长陈希曼也再次欢迎民众 来高雄消费旅游 并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一切顺利 呼呼身风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道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金发局联手大高雄观光商圈总会 以及26个在地的商圈 举办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 市长陈希曼特地前往 哈马兴代天公 除了上乡祈福之外 也向现场的民众 极力推广古山哈马兴的旅游 以及超值消费活动 高雄市长陈希曼 16号前往哈马兴代天公 参乡祈福 除了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还向在地的乡亲 关怀致以拜早年 由于哈马兴是高雄最早发展的地方 有着历史传承留下的文化遗产 也有导入新建设后带来的美丽景观 城市长也在现场强力推荐 邀请大家一起到哈马兴过好年 市府在防疫之余也要振兴经济 市长陈希曼感谢各个商圈和市府合作 同时更鼓励大家多多在高雄消费 因为有众多的奖励活动 还有额外的抽奖 绝对是全台最划算 你开500块 还要领着50块的爱心券 还有1500分 你只要200就有 所以我刚刚这样算 我实在算不来说 我如果500块在这开 我算算不来 我一千块回去有没有 不然之急 至少说这样又不够 就在夹嘛 我们政高雄 你如果花200块 你来市政府定期 如果我们的市长不知道 跟小孩说 市政府在说 如果花200块 发票与定期 来市政府 还可以摸材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金发局联手大高雄观光商圈总会 以及26个在地商圈 自1月15号起 举办高雄过好年的系列活动 哈马新则是在甘天宫 举办胡府生风 封哈马新的活动 要祝福市民朋友们 五年健康 平安幸福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道 第三季的新冠疫苗开打了 为了增加市民朋友的防御力 市府卫生局 增设了好几处的接种站 而各区公所 以及区里的志工 都到接种站现场 协助长辈上下车 并且确认资料是否有误 让施打的流程更加顺畅 几重车一辆 接着一辆开进高雄展览馆 排队的民众 竟然有序地 一个接着一个上车 面对疫情来势汹汹 高雄市政府也马上 开设了大型的疫苗接种站 第一波有75岁的长辈 优先施打 我们林雅区 今天75岁的长辈 施打疫苗 是到我们高雄展览馆 北馆这个地方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 我们陈市长 陈其脉陈市长 非常的贴心 有安排我们的计程车 到我里内去接送我们的长辈 然后到我们的高雄展览馆 来这边来施打疫苗 那我们今天讲的早上的情形 是满畅顺的 然后我们今天也 长辈打完疫苗 要回家 我们也是按照顺序 然后我们也尽量把 为了接受我们的资源 我们尽量把我们长辈 凑成同一礼的 然后有三至四个 然后就回到我们里内去休息 热血计程车不停歇 在第三季疫苗开大 依然由这些小黄司机来服长者 林雅区公所以及前政区公所 全体上下总动员 来到高专官协助现场状况 北管是林雅 南管是前政区 所以我们今天有拜托 我们的草牙里里长 中正里长 带他的志工团队来一起协助 那今天的整个动向 还蛮顺遂流程 长者也都蛮喜欢的 因为今天的幼婴 还有70岁以上的长者 接种有花了500块的 所以长者对这次的接种意愿 真的非常的高 那谢谢市府团队 有这样好的规划 让我们的接种率能提高 志工准备好轮椅 小心的府长被下车 草牙里的志工队出动 连续两天都在展览馆帮忙 由里长带队 协助行动不方便的长者 进入馆内 并且帮忙确证 资料是否齐全 非常辛苦 或是我们国区公所 尤其我们前庭 或是令人 这公所工作 工作永远非常辛苦 以及我们的志工 因为这一辈子 在组合75岁以上的中备 我们的警察需要努力 所以公所我们很贴心 做一些努力 让一些传辈来修养 进入馆子 煮得很安全 这两天 多少时间来这学务 因为我们都75岁以上 相当不方便 所以有需要 资料聚集成一个 三十年 社福团队 区公所 里长 以及里内的志工 大家共同来协助 维持现场的秩序 并且有耐心的 服务高领长者 让疫苗接种的过程 更加顺利 记者林嘉义高上报道 被称为西方油条的吉拿棒 你有吃过吗 在凤山 有一家专卖吉拿棒的小店 老板提供了多样的酱料 以及沾粉变换口味 其中一种 还富有浓浓的台湾味 带您一起来品尝看看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家店 位在凤山的文山特区 老板当初是一个 热爱吉拿棒的人 从澳洲回国之后 就开启了吉拿棒的店 来满足跟他一样的人 像我们 我们就会让客人比较多选择 那你想你点了一个单人份的话 你就是可以选一种糖粉 跟一种沾酱 那势必得你 那个原味的就是像白糖粉 或者是肉桂 这种都有 然后到如果可能有些人喜欢抹茶 或者是草莓的话 我们也是有 对那酱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巧克力酱 那我们的巧克力酱的话 它就是我们把它做成温的 那你在吃的时候 口感上面也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巧克力 或者是那个焦糖的话 那他可以选择鲜奶油 或者是蜂蜜 我们也是有提供的 呃 台湾味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还蛮误打误撞的啦 因为 呃 我们当初在想说 金牙棒它是炸的 对那 它炸的话 那台湾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咸酥鸡 那我们想说 诶刚好手边有 那个 胡椒眼 那就来试试看看 然后就发现说 诶它的味道其实还蛮不错的 然后如果再搭上那个 甜辣酱的话 它其实它味道其实都 还蛮 不违和的啦 对对对 所以我们才会想把它放上去 然后看有没有客人愿意去尝试它 除了金牙棒 咖啡也是老板非常喜爱的 店里的单品咖啡 更提供一种特别的饮用方式 那我不许讲都是我自己爱喝也爱吃的 所以在呃 呃 物料的选择上面的话 我都会比较呃 谨慎 对那手冲的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让客人去品尝 像我们会做所谓的分杯动作 让客人去呃 去品尝说 诶温度不一样的咖啡 同一只豆子 然后温度不一样的咖啡 它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对温度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这样子 像我们在一个组合里面就是会有一杯水 然后一个干香 就是你点了这个豆子摩生粉的干香 那如果你今天点的是冰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组杯是冰的 然后一个高脚杯是热的 那你可能就是先从喝高脚杯 那高脚杯喝完的时候 你再去喝你的组杯冰的 那如果你今天反过来是热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从组杯白杯开始喝 你喝完的时候你的高脚杯 玻璃杯的那个部分它就会冷掉 那你同时也是可以喝到热的跟冷掉之后 它们的风味上面都不一样 想一边吃着吉拿棒 一边享用老板拿手的咖啡手艺 来这里找老板就没错了 记者徐春青 陈伯红 高雄报导 左营区西林街的老巷弄里 有一间古早味的豆花店 不管是夏天爽口的冰豆花 或是冬天暖心的热豆花 里面的馅料都是老板自己手工制作的 为的不外乎就是要让客人吃得美味又健康 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到左营的西林街 看到老板娘忙进忙出 就知道这里的豆花相当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 看到里头装着满满的料 有红豆 花生 及珍珠 每一口吃进嘴里都能散发出幸福的味道 我那时候 如果不早点 早点的时候不吃豆花 不吃漢堡 三明治锅烧面 我们的豆花是现做现卖 新鲜东西要新鲜比较好吃 我们的珍珠很Q 军人大部分都是吃招牌豆花 有珍珠 红豆 绿豆 我们的价格都很便宜 我们都自己做 自用 我们是用飞机改的黄豆 我们的东西最主要是新鲜 我们都快卖碗再做 订单多我们就隔一天做 隔一天做 因为这个做起来要急速冷藏 保持那个鲜度 因为它的豆花是那种古早味的豆花 对 它不像外面现在那种比较硬的豆花 对 所以比较喜欢这种软的 就是如果有经过的话就会顺便买 对 因为就很值得买 里面的料啊 豆花都很好吃 对 也很大杯 这里不只有卖冰冰凉凉的豆花 冬天老板娘还备有暖乎乎的豆花 里面的藕仪跟客家小汤圆 吃起来非常的绵密扎实 可以说得上是店家的招牌呢 冬天啊 冬天就另外有热的就有蚝蚁地瓜园 还有客家小汤圆 这个也是我们的招牌也是很好吃 冬天是卖这个 夏天冬天都有 只是冬天有热的 热的豆花就要热热越热越好吃 客家小汤圆也是很好吃 那个是纯粿米没有 没馋什么的都是纯粿米做的 这家豆花店不仅延续古早传统的好味道 用料健康又实在 如果有机会来到左营 别忘了走进这条西林街 品味一碗美味的豆花 记者徐春青 陈伯红 高雄报导 汽车在路口右转时 常常和直行的机车发生擦撞 市府交通局在鼎立路 划设分流式指向线 以及机慢车停等区 导引右转的汽车在路口30公尺前 就依照镜头的指示 提前右转到机慢车道 经过标线改善之后 行车更加的顺畅 也减少了交通事故 三名区的鼎立路和天翔路口 车辆来来往往 有的要执行 有的要右转 在路口才要右转的汽车 就很容易和执行的机车 发生右转侧状事故 当地里长就看到过好几起 这样的车祸 市府交通局也发现 这样的车祸有增加的趋势 前几天还有频繁的看到 右上角的右转的 还有汽车的车祸 所以我们当里长的 不希望说在里内 有太多的这种车祸事故 让人家看了惊心胆跳 以前的习惯 汽车很容易就是从快车道 要直接右转 那你的右边是慢车道的时候 那个机车 因为它执行 有时候速度又快 那很容易就是在 这个路口发生侧状的 路口的执行车 和右转车的右转侧状 主要是因为 右转车辆没有靠右行驶 因此市府交通局 在接近路口30公尺处 将快慢车道的分隔线 突销 并且增加右转的分流指向线 提醒右转车提前右转 驶入即慢车道 右转时就会比较安全 路口接近30公尺的地方 把原来的慢车道线磨掉 然后并化分流指向线 就是执行右转 那提醒右转的车 你就可以在前面 30公尺的时候 慢慢的靠右到原来的地方 那你这样的话 可以减少跟执行的机车 有一个那个右转的 交织的危险在那边 不过到了现场直击 有些汽车驾驶 还是执行到路口才右转 可能是太遵守 快慢车道的分流 不敢开到慢车道 市府交通局表示 小型车是可以行驶慢车道 外侧车道也有加宽 汽车可以慢行靠右 机车也要慢行离让 就不会发生车状 有可能他们就以为 这都是机车专用 所以他也不敢 汽车人不敢过去 那机车人也认为 他的行驶全力被占用了 所以才会是说 用这种新型的标线 那很明确告诉大家说 我去右转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切过 因为我们标线也是做一个调整 之前的线是完全没有话 所以大家都有时候要右转 就随心所欲 现在目前就有规划好了 交通局也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也让我们很顺利的 左右看得非常清楚 下次机车骑士看到汽车 驶入慢车道时 不要认为汽车占用机车道 只要在汽车后面慢行 等汽车右转后 再执行就可以了 给彼此有个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盛民赖昌邦高雄报道 前镇区的新草芽属于旧部落 在过去兴建房子的时候 没有完善的规划 因此造成现今许多污后沟堵塞 无法清理的情形 而里长也表示 污后沟属于私人的区域 只能够住户自己协调 实在没有办法介入处理 不到两公尺宽的巷子里 管县杂物四散 前镇新草芽属于旧部落 房子新建时没有加以规划 造成现今许多污后沟 有无法清除的问题 人家在这都是围中 都可以围中地 伺乎地 要是买到回去 我记得随后沟的问题 很严重 说真的 这无法处理就没办法处理 我后面这座乌后沟 如果说有要清理 大家说的好事 如果说需要出钱 我只感谢出钱 为了这些生活 卫生对身体都有帮助 这我百分之百赞同的 沟区内没有清理 就时常会发出恶臭 林长表示乌后沟属于私人区域 必须要住户自己协调 请人来清 但也希望师傅单位能够出面 帮助经济相对较弱势的民众 然后就用什么 请人来 用车脚 用脚的 这样 这是个改革 所以希望这个问题 政府真的要 我 因为这个我们家都比较 欲炫的地方 可以给大家理员 帮忙一下 这样 没清 房子與房子間僅僅相隔著一條烏厚溝 臭櫃都會從後門或是窗戶飄進屋內 住户們也相當希望是否能夠擬出配套方案 補助弱勢住户親屬的費用 記者潘志光林嘉義高雄報導 物價上漲弱勢民眾的吃穿就會出現問題 高雄市議員吳明志長期關懷弱勢民眾 從今年1月起每逢週六下午4點 就會在服務處前提供雞湯和肉包等熱食 下午時間還沒有到就有大批的民眾排隊 拿著熱食之後就立刻開吃飽餐一頓 大批民眾在議員服務處前大排長龍 大家等著就是這一碗熱騰騰的十全大補雞湯 還有肉包橘子 一旁的道路還封接擺上桌椅 拿到熱食的民眾找到位子就立刻吃了起來 要準備500份的十全大補雞湯 志工們可是一早就開始忙著處理雞汁和配料等 在經過熬煮 裡面的藥包也是特別調配的 志工們雖然辛苦準備這些食材 但也願意和議員一起關懷弱勢 七點瓜來 做到這間大家都做到這間 大家都很誇張 我們的議員太好了 大家都來幫他搭手 也感謝衛生局我們的中醫醫院 提供食权大補雞湯 跟我們家庭 今天去社會局 跟他們唱歌的卡拉OK 有我們的基材可以五六唱歌 唱歌 唱一個人唱歌 我都給五十塊的儲金 長期關懷弱勢民眾的高雄市議員吳明子 看到物價不斷上漲 又受到疫情的影響 許多民眾生活陷入困境 所以從一月份起 每逢週六下午四點 就在服務處前發放熱食 希望弱勢民眾在寒冷的天氣裡 也能夠有一頓溫飽 我如果感覺經濟越來越壞 有很多人已經 生日越來越補了 還有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所以我們發便當好 我們發物資 我們發現到一道比一道多 所以我就 報告人說沒有 經濟不好 我們又把我們的基材浴室 又幫他們加油一下 都讓我們家庭 百庭 大家身體健康 吳明子議員表示 這些熱食和物資的發放對象 不分區域 不分年齡 只要有需要的弱勢民眾 都可以來領取 希望大家都能夠吃得好 穿得暖 過一個好年 記者 張盛民 賴昌邦 高雄報導 國際獅子會關心偏鄉 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 透過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捐贈20萬元的數位學習設備 市府社會局長表示 偏鄉學童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 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 學習受到阻礙 感謝獅子會的善款 讓偏鄉學童有更好的學習資源 高雄市多個獅子會的 獅友代表共同捐贈20萬元 由社會局局長謝莉莉代表收下 這些經費都將投入包括納馬夏等 多處偏鄉的弱勢兒哨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購買數位學習設備 希望能夠不受地理環境限制 和新冠疫情的影響 縮短學習資訊落差 我們偏區的孩子絕對不要輸在起跑點 其實很多的學習機會 或者很多的貴人都在旁邊 如果孩子願意學習 願意讀書的話 社會局或市政府都一定會來協助我們的孩子 從基層裡面把一些的該有的設施設備都準備好 國際獅子會第18分區主席表示 為發揚獅子精神 關懷弱勢 特別結合轄下多個獅子會 一同關心偏鄉弱勢兒哨 期待透過自己小小的力量 結合大家的愛心 幫助弱勢學童學習不間斷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上課會需要到有這種視訊的設備 然後去做更多的學習的機會 所以今年是特別挑選偏遠地鄉的孩童 去做捐選 我們今天這些物資 只是希望忽悅社會大眾更重視教育 偏遠地區的孩子需要我們長期的關注 若是家庭因為沒有充足的數位學習設備 使得兒哨在學習上受到限制 而這筆善款將充實兒哨照照顧據點的設備 讓兒哨獲得更好的課後照顧 記者賴昌邦高雄報導 為了多元推廣節能教育 市府金發局將力邀明華園演出歌仔戲 並且在正式開演前 會特別以歌仔戲唱演宣導節能知識 現場並且結合博二市集 規劃節能贈好理的摩采 民眾只要持有110年任何一席的電費單 而且當期的電費比前一年度同期低著 就可以換取摩采機會一次 高雄市政府於107年到109年 配合經濟部辦理縣市共推駐商解電行動 透過補助鼓勵機關商家和民眾 太幻一二級能效電器以及高效能LED燈具 三年間減少近8萬噸的二氧花菜排放 108年更融獲經濟部執行成效金獎 因此市府再將900萬獎勵金 投入創意節能宣導活動 將於1月23號立邀明華園 在鹽城區鹽城綠狼演出鴛鴦月流離歌仔戲 宣導節能知識 讓不同族群的市民能夠了解 如何落實節約能源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明華園的部分 也希望透過一教一樂的方式 把節電節能的部分 落實到我們的下一代 同時也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 金發局指出當日活動將結合 鹽城絕江商圈發展協會 設置不二市集 現場規劃節電正好理攤位 民眾只要持110年任一期電費單 且當期電費較前一年度同期低著 就可以到節能攤位換取摸彩機會一次 歡迎市民相約來看大戲 抽獎眾好理 你這一期的電費單比前一期的電費單 還便宜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給你一張摸彩券 你可以同時參加這個看好戲 同時也拿大獎 那些獎品裡面有平板 還有藍牙無線耳機 那希望市民朋友共同來支持這個活動 鹽城絕江商圈發展協會也表示 配合節能宣導活動 當日鹽城教會前的不二市集 將延長至晚上九點 並且響應高雄過好年活動 運用燈光布置街區 夜間點燈後非常適合拍照打卡 歡迎大家來採接購物 看歌仔戲學節能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 想知道高雄最在地最及時的訊息 除了準時收看港都新聞之外 關注YouTube高雄都會台青年港都頻道 或是高雄都會台FB粉絲團 都可以隨時隨地一手掌握高雄所有大小事 接下來提供您重要的生活資訊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是賴昌邦 我們下次再會 請看 Veterinar愛好 二市集 一 glands 說兩者 兩者 二人 五市集 二行 二喜 优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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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外国 这在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 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曾文水库 这是台湾 这不是外国 这在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 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乌松伦 这是台湾 这不是外国 这在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 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北恒80 这是台湾 这不是外国 这不是外国